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同时 女人又是内向的 在心仪的男生面前 女人都会变得比较矜持 他们不擅长语言表达 而男生则更喜欢直接一点的表达方式 所以很多时候 男生不是不知道女生在想什么的 彼此之间就很容易造成误会 那这个时候 男生应该要主动才对 但是 有不少的男人却认为 女生一旦心动就会先认不住 只要对方先表白 自己就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没错 女生心动了就很容易被情绪牵着感情走 会忍不住表露自己的心意 但他们还是不会明说 只会通过言行举止去暗示对方 如果男人还是领会不到 那么女人是会很失望的 甚至会认为你是在拒绝她 因为对女生来说 这样已经代表她主动了 男生会觉得女生这样是矫情 事实上 这只是女生考验男生的一个过程 如果男生能够猜中她的小心思 就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俘获女生的好感 否则机会就这样错失了 所以男生一定要明白 如果你不想错失缘分 就要读懂女人的小心思 只有当你了解到对方的真正想法的时候 你的付出才会获得对方的好感 我们都知道 男人在感情里有被需要感 其实女人比男人更需要对方 而女人需要男人的时候 往往是感情升华的最佳时机 男人一定要掌握 女人忍不住对你说这三种话 是暗示需要你 别不懂哦 一 诉说自己的日常琐事 真爱是陪伴 是细水长流 是细节 也是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都是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 但是很多人对感情 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他们认为 喜欢是乍见之欢 是感觉 只要对对方是有感觉的 那么其他的一切 都是可以忽略的 事实上 感觉只是一瞬间的喜欢 它需要升华 才能成为爱情 而日常的沟通 就是升华的过程 女人主动找你聊天 其实是想跟你亲近一些 让你多了解他一点 也希望你能够向他敞开心扉 让他也能多了解你一点 在男人看来 女人找自己 一定是有特别的事 是非他不可的 但是女人想念男人的时候 即使是很小的事情 也会想要跟对方分享 因为他把你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觉得你是那个 能够跟他一起面对所有事情的人 只是很多男人都不懂 他们会觉得女人无聊 如果刚好遇上男人在忙的时候 他们甚至会觉得 女人打扰到他了 其实女人只不过是想他罢了 如果这个时候 男人体会不到女人的真实情感 对他不耐烦 甚至还责备他 那女人是会很失望的 二 询问对方在做什么 叮嘱早点休息 这句话看来很普通 就是日常的礼貌用语 不仅情侣之间可以用 很多其他关系也是用 但是 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 女人突然发了这样一条信息给你 那她一定是在想你 你人是敏感的 如果她不是在想你的话 那她是不会主动跟你说这句话的 她的潜台词就是在想你 并且希望你能够回复她 让她感受到你也在想她 但很多男人都是体会不到的 他们只会简单的回复一个N字 以此来回应对方 这个N的确起到了回应的作用 但也仅仅如此 会让女生觉得你不在乎她 男人总以为 女生的很多话都是简单的话 没有其他的含义 当她习惯了 就会忽略 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回应 其实 这在女生看来 是拒绝交流的意思 女生会认为 当男人拒绝跟自己沟通交流 往往就意味着 对自己的感情发生了不好的变化 是在拒绝她需要你 女人在感情里 最需要男人的在乎 男人的这种表现 会让她很伤心 很失望 而一个女人 一旦对男人失望了 那么男人 是很难挽回她的 三 关心对方身边的事 每个人都跟周围的人 事物存在联系 了解对方身边的事跟人 有助于我们 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个人 这一点 无论是情窦初开的情侣 还是恋爱中的情侣 都是用 在还未确定 对方的心意之时 很多女生都不敢直接表白 因为害怕被拒绝 但是她又会想念对方 那只能通过 对方身边的人和事 来让彼此产生联系 从而制造机会 跟对方沟通交流 不懂女人心思的男人 会误以为女人 是喜欢她身边的人 或者是真的想向她了解某件事 其实女人只不过是想找机会 亲近她 而对于恋爱中的情侣来说 很多男生在确立关系之后 都会对女生比较冷淡 女生不希望男生觉得 自己是在干涉她 但是又忍不住想对方 想知道对方最近在做什么 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 于是她就会关心 男人身边的人或事 男人会觉得女人无聊八卦 其实女人只是想更多的了解你 女人如果不是对你有意思 不是想念你 她就不会关心你身边的人和事 因为与她无关 她也不想因此制造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当她关心你身边的人和事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暗示你 她想你了 男人别不懂 女人需要男人的时候 才会对你说这三种话 别错失 女人在感情中 都希望男人能够主动一点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男人主动意味着真心喜欢 也意味着先付出 这样的表达方式 更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更能让他们放心大胆的去爱 而那些不主动 也不拒绝的男生 也许会让女生患得患失 但是同时 也会消耗掉女生的感情 女人感情细腻敏感 所以很容易对男人动心 但也正因为如此 也会因为男人的不主动 而对对方失望 女人说这三种话 已经是主动的暗示 她想你 你只需要迈出一步 她就会奔向你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